进来这间咖啡馆以后 你就不再是以前的你了 你好,我是千云 今天要说的书 简体翻译书名是 世界尽头的咖啡馆 繁体翻译书名是 生命咖啡馆 作者是来自美国的约翰 这本书是作者约翰 在经历了长达9个月 走过7万英里路的环球被包旅行后 将自己在旅途上 对人生的思考 写进了这本小说 当时作者32岁 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毕业后在世界500强的公司里 工作多年 虽然在外人看来 事业有成 还有个爱自己的太太 作者应该要感到很满足了 但他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因为他深深的感觉到 自己越来越不快乐 他想找出自己不快乐的原因 于是他离职了 离开那个令他不快乐的地方 太太陪着他两人一起背上行囊 出走到世界各地 有人好言相劝 都已经32岁了 不要做出那么幼稚的行为 有的人当然忍潮热讽 说他是疯子 他们就等着看他的笑话 但作者不理那么多 他只知道自己必须做些什么 因为只有他才能为自己的人生负起全责 旅途上他遇到了很多新鲜的事物 接触了很多与自己以往的交际圈子 迥然不同的人 而这些不一样的人 新的事物 带给他很多对人生不同的思考和感悟 于是他将自己的这些思考 集结成书 写了世界镜头的咖啡馆 并且自费出版 但令作者料想不到的是 这本他自费出版的小说 居然在短短一年内成了畅销书 随后更被出版社签下版权 开始长期稳坐畅销书宝座 更被翻译成39种语言 出版到世界各地 广为人知 不同的人会在不同的时期面对那个问题 有的人在小时候就想清楚了 有的人长大一些才开始想 还有人终其一生都没想明白 书里的主人公约翰 他有稳定的工作 生活还算过得去 但他常常被一股莫名的感觉 压得自己喘不过气 心中那积压已久 莫名的不快 让约翰决定休几天假 来场小旅行 调整心情 但约翰却在开车途中迷了路 迷迷糊糊之下 他看见路的镜头有一家咖啡馆 此时约翰还未料到 他的人生将因这间咖啡馆 产生巨大的转变 咖啡馆里头除了约翰 还有几个人围在一起聊天 咖啡馆的菜单背面 大大的写上几句 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 你为什么来这里 你害怕死亡吗 你满足吗 你为什么来这里 这不是一个随便提出来的问题 对他一瞥而过是一回事 认认真真去看 然后闷心自问又是另一回事 你的世界会发生改变 你为什么来这里 其实是在问 一个人为什么而存在 我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每个人存在的意义都不一样 没有任何人能够明确的告诉我们 你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唯有我们自己主动去寻找 才能寻得答案 如果你仔细观察现在的社会 大家不过是遵循别人活过的 轨迹形式而已 我们所做出的每个决定 都只是为了回应来自家人 社会 甚至是那些一点都不重要的 脚与饼钉 他们的看法和期待 而非来自我们自己真正的心意 有时候我们心里会突然 生起一股异样的感受 我们会想 眼前的生活 是否还要继续下去 是否有任何意义 但我们不愿就这个问题 继续思考下去 取而代之的是用一种最简单粗暴 无需劳费心神的方式 也就是通过获得最好的物质 来掩盖掉这股不舒适感 但是物质所带来的 只是短暂的将这股感觉给压下去而已 并未真正的解决问题 只有当我们知道自己的PFE 也就是Purpose for existing 存在的意义 我们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些什么 与其活得昏昏恶恶恶 迷迷糊糊的重复这大多数人都在做的事 浪费时间和精力 在无异于实现PFE的事情上 还不如趁早专注在如何实现PFE 从而提高自己对生活的满意度 如果你和你想做的事不在同一个频道 你就会浪费许多精力 等你有机会做你想做的事时 你可能已经没有力气或时间了 如此一来我们不需要再通过物质 或从别人身上寻找自己存在的价值 因为无论是快乐还是自身存在的意义 都必须是往自己身上寻找的 一直向外所求的人 将一辈子活在缺乏和不满之中 如何帮助自己找出存在的意义 接触新事物 一成不变的生活让人习惯停留在一贯的思维模式里 当我们让习惯成自然 就等于阻碍了我们找到更好的生活模式的机会 比如说我的朋友因一次的海岛旅行 第一次尝试潜水后 才发现自己对潜水深感兴趣 他爱上了潜水时的那种宁静祥和 什么杂音都没有的世界 后来他考取了专业潜水师的执照 成功将自己从无感的上班族工作 转型成热爱的潜水师业 帮助更多人感受潜水时 所带来的那股内心的平静 尝试新事物也可以让我们接触到 自己圈词以外的人 无论是信仰 工作 教育程度 家庭背景等都和我们迥然不同的人 能够教会我们如何以另一种人的角度 去看待同一件事情 于是我们看待事情的角度变宽了 我们从更多面向去看事情 而不是死守着一个面向而已 比如说我们不在死板的认为 就因为我大学学的是某种专业 所以毕业后我只可以 也只能在这个行业里工作一辈子 通过思维模式的转变 能够帮助我们看见自己身上的其他可能性 不再局限人生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只剩下一种可能 从而一步步塑造出我们想要的理想人生 实现自身存在的意义 从不同的视角看待事物 有时候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仔细观察你的感受 想知道你对一件事有没有兴趣 你只需要仔细观察自己的感觉就好 其实你的感受会告诉你 你到底喜欢什么 想做什么 想成为怎样的人 你对眼前人事物的好感受 是身体给你的最好的提示 只是我们一般人都让这样的感觉随风散去 不愿意去深究这个好感觉升起的原因 进而找到内心一直渴望的 自身存在的价值 如此一来你就能分清楚 到底你现在做的事是出自你的意愿 还是不过是别人想让你做的事 学会珍惜并好好利用时间 时间摸不到看不见 反而成为我们最轻易忽视的一个概念 我曾经为了控制自己对脸书上影 特意下载了一个APP 帮助我自己观察 还有控制我上脸书的时间 通过那次的观察 我才发现原来自己每天 居然花了整整五个小时在脸书上 仔细回想 我在通勤途中 大概一小时的时间都在划脸书 来回就那么两小时 午休时吃饱饭后还有时间 我也习惯划脸书 下班回到住处洗澡用餐后 又是属于我划脸书的me time 可是如果你问我 看了一整天的脸书 到底看到了什么 了解到了什么 我却回答不出来 因为这次的体验 才让我惊觉到 自己居然平白无故 让这么多的时间流走 却关注那些与我无关的名人八卦 是是非非 难怪每次上完脸书后 都好像觉得更加的疲累 日子过得昏沉又无聊 假如当时我能够有效的 利用这些零碎时间 学习一门新的语言 或尝试一项新的兴趣爱好 或去阅读一本真正的书 去学习 去思考 去接触一件新事物 也许我很快就能找到自己的PFE了 当我们为实现存在意义而努力时 幸运的巧合就会自然出现 他们管这个叫顺其自然 对于想做的事 想到就去做 很多人常常说 只要等到我退休了 我就可以这样那样 等到我退休了 我才去做我想做的事 其实我们都神化了退休生活 我们一直以为只要现在忍耐 即使我再讨厌现在的生活 但只要等到我退休了 我就可以去做任何我想做的事了 我就会很快乐了 但其实这样忍耐的结果是 我们花了大半辈子的时间都活在不快乐里 又怎能在退休之后 突然之间就变得很快乐了呢 我们每个人能够在清楚的头脑和健康的身体 这两种状况下生活 其实这样的时间是很少的 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 我们的身体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老毛病 就连像我现在这个年纪 都可以明显感受到身体已经不如十几岁 二十几岁时那样 一直处在精力充沛中 所以我们不要再拖延 想做什么事 现在就可以先从小事开始做起 每天为自己留一点时间 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 例如你一直想学吉他 那现在就可以报名课程 或每天自学30分钟 你一直想培养阅读的习惯 那现在就可以每天播出15分钟阅读就好 慢慢开始慢慢做 都好过什么事都没做 一直把希望寄托在那个都不知道会不会抵达的未来 当你一点一滴开始进行着你想做的事 某天当你回头一看 你会惊觉自己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了 甚至你已经在不知不觉中 走向你想要的那个方向 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自己想做的事情上 我这才意识到 对我来说 每一天都是一个机会 可以做我想做的事 每一天我都有机会用行动回答菜单背面那个问题 我不需要等到退休 不要轻易就相信别人告诉你的 你必须自己去思考消化 广告商很爱给我们这些消费者传达一个讯息 那就是只有当我们拥有了某样东西 我们才变得更幸福 他们不断鼓吹你还不够好的讯息 并且试图影响你让你相信 你拥有的东西还不够好 你的身材还不够完美 只有获得某样产品或服务 你的人生才能变好 仿佛只有买下这些东西 才证明你活得精致 你才过得不廉价 你的人生才圆满 但事实真是这样吗 我们为了买那些所谓更好更棒的东西 来获取短暂的满足感 只好努力赚钱 来换取这些不重要的东西 却因此没有时间和精力 去寻找自我价值感 去真正为自己想做的事行动一次 你要清楚 某样东西是否能让你的生活更圆满 由你自己说了算 和别人告诉你它圆不圆满无关 很多人说 这本书是一本让我们这些打工人 读了会想要离职的书 其实我觉得 如果你对目前的生活并不满意 你说不上现在的生活哪里好 又说不上哪里不好 一些人就告诉你 生活就是这样的啦 别老想什么人生意义不意义的 那么你现在就很需要这本书 来给你另一种思考的观点 毕竟作者是亲身实践过的人 作者离职出去看世界 回来自费出书 结果意外大卖 不也是他追随PFE所获得的一种好运吗 就算你遵循了作者告诉我们 如何寻找PFE的方法 依旧一无所获 那也不要紧啊 起码他建议的这些方法 都是在提醒我们 如何往更好的方向成长 不是吗 读过这本书的人 反映成两极话 一帮人特别喜欢这本书 他们读完后 甚至卸载了那些游戏和社交软体 另一帮人 则把这本书贬为无用的鸡汤 这本书是不是无用的鸡汤 其实是看读的人 抱着怎样的心态来读书 如果我们能抱着一种良好的心态去读书 肯定能够在这本书里找到最自身有益的讯息 你可以不同意里面的一些观点 毕竟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同 但不需要把一本书贬低为无用的鸡汤 阅读不是为了培养我们的傲慢心 而是为了让我们理解别人看世界的角度为何 培育我们多方面的思维能力 从而提高我们对这个世界 对身边的人事物 更多的包容和谦卑心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你会喜欢 我们很快见面啦 拜拜